- 空襲,他一次就十幾分鐘,他一次就幾十枚在打 - 加油! - 最可怕的是,飛彈炸在我旁邊 - 被炸到,當下就耳鳴,耳鳴大概兩天吧 - 很大聲那種,炮彈是沒有停過 - 像基輔一天可能就四五發炮彈 - 那不然在195的地方,每天是幾千米幾百炮彈 - 拜託,來吧! - 我今年34歲,我以前切豬肉,在澳洲也切羊肉 - 我為什麼會想去烏克蘭? - 網路上Youtube看到,戰爭啊,我覺得他們很可憐 - 很多老人家,小孩被炸 - 有一個小孩在地下室唱歌啊,唱Let's go - 還有女人,很多人出來啊,就是幫忙 - 因為大家都往外跑,你們應該幫忙 - 因為戰爭離我們其實很近 - 我知道,那邊十個人,九個人都沒有跟家人講 - 都是自己跑過去,我也沒講啊,就是偷偷跑過去 - 他就突然消失一個月以後 - 然後才傳照片回來給我們家人 - 才知道說他在烏克蘭 - 當時家人的心情就很錯愕 - 就覺得我們突然跑去,大家都很擔心啊 - 一直都叫他回來,有事都聯絡不到 - 後面是他傳那個... - 來,我才知道他居然回來 - 只有報平安耶,沒有在打仗的畫面都沒有 - 很驚訝 - 陸陸續續都有來回啦 - 我們剛開始去大概有十個 - 三月份的時候大概有十個 - 現在大概六七個還在那邊 - 有的是做後勤啊,有的去打仗啊 - 有的是救人,都有啦 - 各有各的想法,都不同單位 - 剛開始是去那民營幫嘛 - 他們都很可憐 - 因為我有帶藥去嘛 - 他們連吃那種普拿吞就要對半吃 - 大家也不戴口罩 - 有能力出來的都在那民營 - 沒有能力的都還要往前線 - 然後我就跟那個英國反恐的一起進去 - 就去入隊伍 - 幾乎訓練一個月 - 因為我們台灣是美製武器嘛 - 那邊都是蘇製武器 - 我們訓練人都是拿AK啊 - 是那個飛彈,都有啦 - 都是蘇製武器 - 然後我們本身要去那個亞素鋼鐵場 - 後來他們投降,我們就轉到19目防守 - 我們單位就有一個台灣人 - 然後世界各國都有 - 美國、英國、哥倫比亞 - 基本上所有國家都在幫烏克蘭 - 很舊的武器啊 - 都是靠美國居然 - 讓你挑 - AK嘛 - 然後武林機槍 - 只要你拿起 - 你不覺得累 - 拿起,什麼都給你拿 - 什麼都給你拿 - 現在戰爭 - 不是我想說我們去那邊拼槍就好了 - 不過現在都是拼炮彈、飛彈 - 我們根本看不到敵人 - 很少看到人 - 上網看也是都看不到敵人 - 結果他們坦克衝過來 - 你靠瞄具那些Sniper - 你可以去抓得到 - 沒有無人機在上空在找 - 我們就瞄那個位置就好了 - 對 - 他們會自動追蹤啦 - 他們會自動追蹤啦 - 每次戰衝都有空洗 - 每天都跟 - 都是防空警報一直響 - 出去都是廢區 - 沒有一片網號 - 都是彈坑啦 - 你看都是彈坑 - 對 - 就是它到處炸 - 就是飛彈洗地板 - 這樣 - 這樣 - 這樣 - 你真的 - 老天要你走 - 你也走不了 - 不只有他們犧牲人 - 還有很多朋友犧牲 - 你在電視上電影看 - 你在車上掛那種口牌 - 都是兩三個兩三個 - 他們在車上掛的牌子 - 都是一把一把 - 忍者很英雄 - 因為他 - 我個人覺得他 - 他一直都在保護大家 - 每次休息他也不休息 - 他喜歡天黑這樣 - 他喜歡一個人在那邊看 - 我在他家鄉工作過 - 所以有很多話題 - 有個台灣人犧牲 - 接著他就把聖光姐姐介紹給我 - 我就協助他們 - 跟我們單位人聯繫 - 我們對上有幾個面試官 - 還有人知 - 我就問他們 - 把他們資訊給聖光姐姐 - 因為我是六月回來還六月進去 - 我本身就跟忍者在一起 - 然後如果我沒有回來 - 那我不知道犧牲人會不會是我 - 我就覺得他們兩個都很偉大 - 說實在來也不知道這場戰爭要打多久 - 一開始說三天一個禮拜一個月三個月半年 - 很久 - 資金容許的話再去幫忙 - 我覺得都要多學習 - 因為台灣就太安逸了 - 如果真的飛彈打來也不知道哪裡躲 - 要去哪裡要幹什麼 - 要我能做什麼 - 烏克蘭跟台灣很像 - 都很就是被大國壓著打 - 所以全世界還去幫忙 - 你可以選擇不保護你的國家 - 但是你可以選擇保護你家人跟你的愛人 - 流行者 - 應該叫空ENDTA - 寶貴音訊 - 貴音訊 - 網路 - 鬥貨音訊 - 抢… - 綿克蘭